台南知名的安平老街 晚上传出了爆炸声响 不到两分钟 这间帽子店陷入熊熊火海 货是非常大 吞噬两层楼的铁皮屋 还波及到很多的摊车 问题来了 到底怎么会烧起来呢 目前初步调查 疑似就是因为电线走火 老板也非常无奈说 打烊前电源都有关掉 现在整家电烧成了废墟 短时间难以营业 橘黄色大火狂烧 火光闪个不停 整条安平老街烧到红通通 浓烟直窜天气 大火吞噬铁皮屋 从另一角度看过去 火势越烧越大 监视器也拍下起火瞬间 现实冒出浓浓黑烟 不到两分钟就起火燃烧 如果民众赶紧拿灭火器 冲向前灭火 火势实在太大根本没有用 场面混乱 另一名民众赶紧骑走机车 接着消防队也迅速到场 疑似这间帽子店电线走火 导致两层楼高铁皮屋起火狂烧 好像当时晚上十点半 店员早已下班 没有人员受困 老板也很疑惑 明明有关店员 究竟为何会突然起火 附近民众一听到蹦的一声 被吓得全都跑出来围观 看到老板赖以为深的店面 被烧成飞铁 短期内难以营业 幸好火势在半小时内扑灭 没有民众受困在内 详细起火原因还得再详细理清 据爱的观众 李毅荣台南报道 体积庞大的消防水库车失控翻覆 台中第五大队消防原驾驶水库车 支援火警 但没有想到回程途中 行进了铁针山 狭窄山路 因为回转的时候没有计算好距离 车子翻落了边波 造价650万的水库车车体变形 据了解消防这个驾驶 是有12年的消防资历 摔车原因到底是人为 还是路况问题 还有得调查理清 消防水箱车翻覆在草丛中 外观变形 被吊车高高吊起 车体更是严重受损 水箱漏水不断流出 事故发生在17号上午11点左右 台中市消防局第五大队 又是分队支援外埔区工厂活迹 请勿结束后 32岁送信队员驾车返回分队 在下坡路段右转时 突然失控翻落边波 据了解这辆消防水库车 能蓄水12万公升 造价高达650万 出厂只有一年半时间 如果维修费超过残值 就会面临报废情况 送信队员不是新手驾驶 12年资历 幸好车上两名消防员 只有轻微擦错伤 无毒妖偶张化和美 这辆全新水箱车 在捐赠典礼隔天就出事 跟一辆突板车发生擦状 新车旧气曝光 不少网友都说 是因为水箱车急切才会撞上 450万新车还没派上用场就送修 实在让人心疼 新竹临森路一辆小客车 从巷口开出来时 没有注意到路口来车 跟及时而来的小巴士 发生了擦撞 另外新竹保鲜交流道 则发生了一起骑士闯红灯 被撞的意外事故 机车骑士当场失去 生命迹象送医补制 画面左方小客车 从巷子里开出来 以似没注意到左方来车 擦撞到直行的巴士 中极瞬间零件四散 小客车车头也隆起变形 巴士则是前保鲜杆掉了下来 场面相当惊险 这起意外发生在新竹市临森路 小客车驶出巷口时 没有礼让行驶干到的巴士 才造成这起车祸 另外在新竹保山交流道 则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57岁的黄姓骑士 经过交流道下的平面车道时 无视红灯闯了过去 被绿灯执行的休旅车撞上 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事故现场碎片散落一地 一消赶紧帮倒地的骑士急救 无奈救护人员到场时 骑士已经明显 死亡送以吼不至 提醒民众驾驶交通工具时 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并注意周遭路况 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何孟谦张志仁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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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